台灣你可以享受到一年世紀不同的節日 甚至你要下雪你到何萬山 秋天你要看楓葉 春天你要看花什麼都有 那我問你們是不是台灣有颱風的問題 我跟你講 馬來西亞沒有颱風 台北的房子一坪幾百萬 一樣在北部 我們移到淡水去 淡到林口去 我們因為XXX的原因 搞不好房子可以掉一半的價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喜喜娃 來到台灣生活六年半的馬來西亞人 前陣子我破了一些講關於疫情啊 然後講關於言論自由的影片 哇 很多馬來西亞的網友罵我了耶 講為什麼愛台灣不愛馬來西亞 我不是馬來西亞人嗎 為什麼一直講台灣的好 不講馬來西亞的好 就懂嗎 喔 我不是這樣子啊 我只是跟你們分享關於台灣的好而已啊 就是六年以來我有拍過非常多的文化餐飲影片 沒事沒事 竟然 我媽老婆常常又回來了 我帶很多好吃 昨天的剩菜 好 就是 馬來西亞跟台灣的好 我都會講 就是各國都有各國的好 重點是我們要跟各國去學習嘛 對不對 既然你們都講我為什麼那麼不愛國了 所以今天我要做一個 愛國愛到底的系列 這個系列呢 我們就會討論一個議題 然後請一個來賓 我們就會一起吵 到底哪一個國家會比較好呢 台灣代表 AKA林口周星澤 我們先來抽題目好了 這裡有一堆題目 OK 一堆 對 你抽 你抽 看你要抽哪一個 來 好 來 好 欸 你抽這一個 來打開看一下是什麼 你打開看一下是什麼 太爛了 你比較perfect哪一國的天階 等一下我拚錯了 我拚錯了 喔 prefer 你比較prefect哪一國的天階 他真的寫錯了 我真的要講他寫錯了 我可以講喔 今天不管你對台灣也許有一點的抱怨 你是一個愛國的boy 我是一個愛國的man 我們兩個人就是會一直講關於自己國家的天氣比 因為一個好 馬來西亞一年四季都夏天 台灣有什麼一年四季嗎 Oh my god 複雜到底 我看馬來西亞很單純的天氣都是夏天 來 我先來講一個齁 就基本上呢 比較高端的一些國家 其實它的名字就會稍微比較少一點 比如說台灣 美國 紐約 法國 等一下你幹嘛這樣名字在一起啊 哪有西 馬來西亞 你幹嘛 開玩笑 看 馬來西亞就是全年夏天 那好處是什麼呢 不會像台灣人子 突然間冷 突然間熱 突然間好像一個不冷 很太複雜了 我可以講馬來西亞就是熱 OK 我告訴你喔 在台灣你可以享受到一年四季不同的溫度 跟不同的節日 甚至你要楓葉 你要beach 海灘 你要下雪 你到河灣山 秋天你要看楓葉 春天你要看花 什麼都有 所以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棒的一個更替 我覺得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樣貌 換你 現在台灣台北 冬天來了 一件 兩件 很厚 很貴 我跟你講 馬來西亞單純T恤 你要正式臉穿一個襯衫也OK 我在台灣住了六年喔 我覺得一個很困擾的東西 就是當你在冬天的時候 上一季的厚外套存起來的 現在把它搬出來 夏天的衣服把它收起來 這個過程又浪費時間 然後你又要買一些很厚的衣服 免貝 OMG 這樣時間跟精神都是在浪費 就是為什麼台灣人會健康的原因 很簡單 一件衣服 假設你穿那麼久 你一直穿一直穿 它是不是會髒掉 對不對 會不會髒掉 會不會救 我們會洗衣服啊 不是 好 我們會洗 一塊抹布 你一直擦 一直擦 一直洗 一直擦 一直洗 是不是最後還是要丟掉 衣服太久 洗太久 它難免會有一些黴菌 影響人的支氣管各方面是不太好的 你剛剛講那個點 因為台灣一直要收衣服 整理衣服的同時 它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心態 我們從心態照顧到身體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非常健康 所以你一換季的時候 你的衣服就全丟了 再重新買新的嗎 你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樣你會被很多人罵 就是你會講台灣很不環保 一直在那邊還衣服 然後一寄到衣服就丟了 你會被罵死喔 你是凱子 你是凱子 不是 那我當然 你是凱子 我確定 我們那些舊衣服到哪裡你知道嗎 要捐給有需要的人 捐 而且每捐的衣服給有需要的人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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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捐給誰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不用穿這麼多衣服 他們就是不換衣服 那當然你們就拿去穿啊 我沒有送我們 可以啊 他剛剛說馬來西亞不換衣服的啊 我沒有說不換衣服 我們就是買夏天的衣服 我們冬天的話 男生是可以穿很帥的 我跟你講是認真的 不管是你要歐巴的長大衣 美國的皮外套 日本的絨外套之類的 台灣都看得到 在馬來西亞的話 只有夏天嘛 然後也沒有在丟衣服 然後沒有在買衣服 不是不是 我們有很多Shopping Mall 我跟你講Shopping Mall 馬來西亞是這樣 非常冷 那冷的話 你就可以有點多樣變化 我可以講 我們有些買一下 愛... 幹 比較愛帥的男生 會怎麼樣做 會另外帶著一個帥的衣服 放在車裡面 開始到Shopping Mall 然後再拿來穿 又一個招型 然後離開Shopping Mall的時候 換一個招型 因為外面是夏天 那天裡面有兩個招型可以用 多此一局幹嗎 你們還為了想要穿帥 而跑去Shopping Mall 我們出門就帥了 講關於雨天好的 我跟你講 馬來西亞的... 你會輸我 馬來西亞一年四季都蠻常在下雨的 但是台灣也是 馬來西亞的雨 比較乾脆 有雨來直接 啪 直接下來 然後就結束了 太陽就出來了 整個人心情都變好了 我的天啊 台灣 其他地方我沒有住過 我住在台北比較多 台北怎麼樣 好煩躁 你知道 2020年的10月 OMG 整個10月都在下雨 早上起來 陰陰的天 下的是怎樣的雨 一兩滴 一兩滴下來 頂多下午的時候 下大一點點 然後又會一兩滴 一兩滴 整天下雨了 隔天下 隔一個禮拜下 隔一到一個月還在下 這是非常棒的 好 我們現在來反駁一下 馬來西亞真的是一直下雨嗎 馬來西亞很常下雨 馬來西亞確實滿常下雨的 但是馬來西亞缺水很嚴重喔 缺水非常嚴重喔 所以為什麼馬來西亞一直下雨 可是卻還是會有所謂缺水的狀況呢 原因是因為 你們不是非常常到跟台灣一樣下雨 像台灣就是因為常年在下雨 所以光是台灣一個月整個雨下完 它可能有半年都一時無憂 不用再顧慮水的問題了 那你說台灣下雨 那馬來西亞一直打雷 這怎麼講 台灣打雷有那麼嚴重嗎 你知道馬來西亞打雷有什麼好處嗎 就是打雷 然後女生怕 然後男生就可以抱著它 因為我聽說馬來西亞打雷是真的滿嚴重的 聽說車子 房子都可能會出狀況 但是台灣真的是少之又少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你在台灣生長到現在 你沒有聽過家裡的電氣 是不是因為打雷而壞了嗎 我不知道打雷是什麼耶 我基本上台灣沒有看過耶 你確定沒有看過 你確定沒有看過 不是 我要掌握我的立場 你不是說我要做我自己嗎 那我覺得屌一點嗎 那你們馬來西亞因為雷所造成的損傷大嗎 我們對有一個習慣是打雷很大 然後我媽媽把那個插頭拔掉就不用 台灣從來不用拔插頭耶 就是給它插到一輩子 那我問你們是不是台灣有颱風的問題 我跟你講馬來西亞沒有颱風 我沒有想要誤辱 我很榮幸馬來西亞是一個沒有天災 沒有颱風的這個地方 我必須要為我們一些務農的朋友講點話 確實颱風對台灣的損傷滿大的 但是颱風對我們來說是好的 門名門 他是林俊銘號 不是我說 我說對我們來說 但是對你們來說不好 但我願意捨棄我的好去換你們的好 但是你沒有辦法 颱風就是會來嘛 那颱風為什麼對我們來說是好 颱風會放颱風架 重點是什麼大哥 你永遠颱風來的時候你都在上課 可是一喊要颱風架了 你放了 奇怪 颱風架那天沒有颱風 台灣可以讓颱風停止的方法 就是放颱風架 我覺得是這樣耶 那為什麼2020年沒有颱風架 我X住吧 這就可以把我戳掉了 我怪怪恐怖的 對不起 講關於濕度的這個東西 台灣超級濕 你看板橋的濕度92% 我家的濕度 61% 原來馬來西亞一點都不濕 我在馬來西亞 其實真的沒有聽過除濕機 我自己家沒有 學校沒有 商場不會有除濕機 我在台灣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以前聽馬來西亞 是一個很潮濕的國家 原來台灣更潮濕 這個東西喔 要看人 對老人家 膝蓋 腳踝 各個關節是不太好的喔 但是問題是 對女生來說 是good 比起潮濕 我們補水 但我們不要乾燥 而且台灣潮濕造成一個非常奇妙的現象 通通白白一樣在北部 台北的房子 一坪幾百萬 一樣在北部 我們移到淡水去 淡到林口去 我們因為潮濕的原因 搞不好房子可以掉一半的價 但你只要適度的除濕 一切就完美了 我想說如果有除濕機的廠商來的話 我直接派對一集來放你的商品 因為其實你們家很需要除濕機嘛 對 但是你會覺得這樣不好嗎 如果假設因為潮濕 就是讓業配進來的話 你開心嗎 等一下 所以潮濕是好的 潮濕是好的 就是給我的影片有多一個商業的機會 潮濕是好的 我其實好奇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在講 關於台灣天氣的不好 是不是蠻多是限制在台北 下雨一整天啊 潮濕啊 沒有耶 其實宜蘭是一直在下雨 台中 台中比較還好一點 我覺得全台灣 我覺得都處理得蠻好的 不然台灣早就已經淹水了 所以淹到已經爆掉了 那高雄淹水是什麼 高雄淹水就是市長的問題啊 沒辦法啊 對啊 上一任是誰 騙子嘛 這一定要剪掉 這一定要剪掉 在影片罵政府是可以的 我覺得啦 我們可以針對事情罵啦 但是就是不要針對政黨去罵 那今天的這個辯論到這裡為止了 那你們觀眾朋友聽到我們的這個 吵架了之後呢 你們比較prefer台灣的天氣 還是馬來西亞的天氣呢 對 其實影片本身呢 我們只是想要討論 理性討論 不是真的吵架 所以觀眾朋友們不要吵架 我們就是討論 每個國家都一定有自己好的地方 跟不好的地方 對不對 當然我們去看到自己國家不好的同時 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國家 也是有不錯的地方的 我們就代表兩個國家 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啦 又或者你們想要補充什麼東西 然後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 你們想要我們討論什麼文化差異的題目 你看我們剛剛是空的 今天影片是這樣子 記得訂閱明明就 yo yo明明叫俊敏 感謝各位那個馬來西亞的粉絲 就是有來看Man's Toad這個系列 我們非常開心 大家一起加油下去好不好 還有留言都最後一個東西 俊敏跟CCY誰比較帥 欸我今天沒有打扮欸 對啊我就是很素的那種 好你好 我怕我沒有打扮喔 自己有勝負 我可以聽到嗎 你只是快點 我們還是會聽到嗎 回到阿拉伯